Hello 大家好 我是Mavis 雞蛋妹 新的iPhone 14系列推出了一段時間 到底我應該要畫哪一部 又或者iPhone 13系列會不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在這條影片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現在就即開始 GO 一開始就先說了結果 我會選擇iPhone 14 Pro 又或者iPhone 13 Pro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先走了 不要走 看看我的原因 其實我挺喜歡iPhone 14的顏色 在我手上的iPhone 14和iPhone 14 Pro 都是紫色6.1吋的版本 雖然都是紫色 不過在材質和顏色上 都可以看到很大的分別 iPhone 14和14 Plus 就用了淺色系的機身 再加玻璃機背 而iPhone 14 Pro和Pro Max就是深色系 玻璃機背也做了霧面的感覺 iPhone 14就是淺色系 除了紫色之外 我覺得藍色也是一個不錯很美的顏色 不過主要功能上 就真的比較喜歡iPhone 14 Pro的系列 而兩部機最大的分別 對我來說就是鏡頭 iPhone 14除了是雙鏡頭之外 主鏡頭也沒有今代的4800萬像素 而是保留1200萬像素 iPhone 14 Pro用了三鏡頭設計 主鏡頭可以去到4800萬像素 而前置鏡頭來說兩部機都是1200萬像素 在上一條片裏面有很多iPhone 14 Pro的照片 如果想看多點的話就可以看那條片 而今天主要看看兩部機的分別 因為鏡頭的數量不同 所以兩部機拍到的焦段都不一樣 iPhone 14 Pro可以拍到四個焦段 而iPhone 14只有三個焦段 顏色上我覺得不是相差很遠 不過細節位就有分別了 好像這張照片放大兩倍來看 iPhone 14的照片裏面的字已經變得很模糊 而iPhone 14 Pro的照片裏面的字都還是很清 放大到三倍來看就更加明顯了 另一點就是iPhone 14 Pro可以拍到微距 而iPhone 14就沒有這個功能 剛巧最近看到很多迷你的模型 iPhone 14 Pro就可以拍到全 而iPhone 14就不可以在這麼近距離之下 拍到這麼小的東西了 今代的iPhone 14 Pro最主要的升級 就是主鏡頭的像素很明顯 所以對於經常拍照的人 iPhone 14 Pro就吸引很多 而且相片的後仔空間也大很多 另一點最大的不同就是螢幕 首先動態度在iPhone 14上是沒有支援的 只有iPhone 14 Pro或者Pro Max的版本才會有 所以如果你是對於這個功能深深念念的人 基本上只可以選擇 14 Pro和Pro Max的版本 而動態度和舊流海的分別大不大呢 其實我覺得一般看YouTube 是沒有太大分別 因為基本上你就算全螢幕這樣看 都是用不盡整個螢幕 如果你真的拉帶到全螢幕這樣看 有些人就說動態度反而是更加突出 不知道大家看這些畫面又覺得是怎樣呢 我自己就覺得兩個其實都差不多 而一般使用的時候動態度看起來的確是小小小的 但如果你有功能的時候 動態度其實看起來會比舊版的流海再大一些 但就可以配合不同的功能使用 例如音樂的APP 又或者計時的功能等等都會支援 比較值得一提的就是Cat Screen的時候 兩個型號都不會出現瀏海 又或者動態度的情況 不過如果是Screen Recording的時候 動態度就會出現在畫面 即你錄Screen的時候 它都會照錄動動態度 而舊版的瀏海就不會錄到 但不知道之後的軟件會不會改善 其實我在上一條影片也有說到 動態度對我來說就不是一個主要的功能 但為什麼iPhone 14 Pro的螢幕會比較吸引呢 就是它有支援Promotion 即是10-120Hz的螢幕更新率 而iPhone 14就沒有配備Promotion的功能 所以在螢幕使用上就會沒有那麼順暢 而且現在各大品牌的旗艦手機 基本上都支援120Hz 真的非常少是沒有支援120Hz 連去年推出的iPhone 13 Pro 亦都是支援Promotion 所以iPhone 14在這一點 我就會覺得差一點 iPhone 14 Pro還支援Always On的功能 即是螢幕長期都會進入一個待機的畫面 不會完全黑螢幕式 不過這個功能就見人見智 我自己就不太用得慣了 所以我平時都會關掉它 而在續航力方面 官方的數據 iPhone 14可以播放20小時的影片 而iPhone 14 Pro就是可以播放23小時 續航力部分 雖然官方說iPhone 14 Pro的續航力厲害些 不過我的測試反而是iPhone 14更加好 連續播片14小時24分鐘才完全沒有電 而iPhone 14 Pro播放了差不多12小時就沒有電了 充電時間兩部機都差不多 iPhone 14就會快一點點 用了1小時35分鐘 而iPhone 14 Pro就用了1小時43分鐘 最後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因素就是價錢 iPhone 14的價錢就是港幣699元起 而iPhone 14 Pro的售價就是859元起 雖然iPhone 14的確是便宜一折 不過大家也不要忘記還有一個黑馬的選手 就是iPhone 13 Pro iPhone 13 Pro和iPhone 14一樣 都是用了A15的晶片 1200萬像素的三鏡頭設計 雖然沒有動態度和Always On 但是支援Promotion 在這個規格就算放在今年 我覺得都很好打 另一個吸引的原因就是價錢 我在檢查iPhone 13 Pro的價錢的時候發現 現在的Apple官網買不到iPhone 13 Pro 只有iPhone 13買 可能Apple也知道iPhone 13 Pro 也挺有吸引力 不過我在其他的網上 即是訊銷照照看一看 就看到iPhone 13 Pro的價錢都會落一折 大概可能7300至7800已經可以買到iPhone 13 Pro 雖然顏色我喜歡iPhone 14多些 但是在整體功能和價錢的衡量下 如果有預算就會上iPhone 14 Pro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會選iPhone 13 Pro 我看到有些人都會問 iPhone 14 Plus和iPhone 14 Pro Max是怎樣選擇 其實14 Plus就是續航力比較長 和大大大型版本的iPhone 14 同樣Pro Max就是大大大型 和續航力比較長的14 Pro的版本 它們主要的功能都是一樣 只不過我現在手上只有14和14 Pro 所以我只是拿這兩部機來比較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喜歡的話可以給個like 再看看我不同的世界平台 我們都會再見 拜拜